在社交平台上经营自媒体分享省钱旅游美食 方琳24岁的李小姐毕业于长根科大化妆品应用系 刚录取业务行政助理一职月薪三万多元 但她希望透过经营自媒体开发额外稳定的被动收入 正常的工作其实我会做一些case 就是像皮肤的护肤啊或是脸部保养 那兼职的话呢我会从一开始 我是从简单的活动企划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办活动的人 那从这些的活动企划里面其实学习到很多精髓 如果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品质的话 可能我的兼职要再加重 或是说我要再更想办法的去斜杠 把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 社会新鲜人郑小姐在校期间就读特教系 曾经在连锁幼儿园担任助教 薪水约三万三千元 没想到每天都在打扫教室 只做一个月就主动离职 目前她跟着彩妆团队学习 期盼未来可以成立个人工作室 我会选择兼职是因为我觉得兼职对我来说 比较有更多的弹性时间 因为其实我的梦想是想要就是从事一个创业的财妆梦 就是我想要成立一个个人的工作室这样子 但我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从事一个正职的工作的话 就是我基本上大多数的时间都会被绑在那个工作里面 那我就没有额外的时间可以去做多余的学习 那我觉得就是从事兼职的工作 就是可以多一份收入 那基本上就是也可以有多余的时间去从事我的梦想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2023年新鲜人平均薪资为三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元 已经占上三万元的大关 但在物价非常压力下 新鲜人的薪资期待值也跟着拉高到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二元 因此有高达七成的新鲜人对调高基本工资表示无感 更有五成新鲜人想要兼职多赚点钱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社会新鲜人他们的平均薪水呢 来到了三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元 虽然呢我看起来呢已经摆脱了基本工资的门槛 但是啊大学生对于自己的薪资还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他们的期望值期待薪资是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二元 两者相差了六千八百七十元 那其中哪一些学群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起薪是比较高的呢 我们答案发现哦资讯学情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平均月薪可以来到三万九千零三十二元 而排名第二的呢则是金融学群可以来到三万八千五百七十元 那至于前一阵子哦三读通过的基本工资 最低工资法 现在的新鲜人他们对于这个法案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们觉得调整基本工资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有七成的新鲜人 他们对于调高基本工资是无感的 那之所以无感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表示哦 其实物价通膨居高不下 等于物价的涨幅已经吃掉了薪水的涨幅 因此他们觉得很无感 那另外呢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上班族 他们是表示说其实自己的薪资已经高于基本工资了 所以就算基本工资调涨也涨不到他的薪水 因此调高基本工资对他们来说是很无感的 可能物价通膨的关系让现在的新鲜人觉得薪水不够用 因此呢我们调查发现有将近五成的现在新鲜人 他们是愿意从事兼职工作的哦 那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 他们是希望同时拥有正职跟兼差 那另外呢有百分之五的人 他们是希望只从事兼差的工作 不要再做正职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想要兼差的目的 其实主要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帮自己多赚点钱 再来呢则是正职的薪水不够用 第三呢是希望可以拥有弹性工资 调查也显示毕业半年已经有七成七的新鲜人 投入职场就业 平均要投递十一份履历 面试四次 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顺利就业 尽管找到工作不容易 却有近三成新鲜人 毕业不到半年就已经转职 原因包括有更好的工作 不满意薪资 以及工作没有成就感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